今天特別的藍喔 日粉海啊 小樽要到了喔 看到了看到了就在那裡了 各位親愛鄉親父老兄弟 請問大家好 不回頭角度 趁著還沒下雪 還沒積雪 今天好天氣來到小樽竹港喔 如果你們有來北海道玩小樽竹港 一定也別錯過了喔 這裡有很漂亮的 日本海 這裡有飯店 購物中心 電影院 健身房 超市 等等都是大型的購物中心 很適合來這邊 好好的玩喔 行きましょう 路口一進來就是大家 二熟能詳的 一熔也就是永望 地下一樓是停車場 一樓是商店超市 二樓有分一二三四五六翻街 三樓也是商店 四樓是電影院 五樓是停車場啦 另外一邊就是 Hotel 飯店啦 翻街 這裡的正式名稱叫做 Wingoo Bank 翻成中文叫 E1 也就是一個 大約二十年前開發出來的 大型的複合式商業購物中心 遊戲店 夾娃娃 我們夾到 整個建築是跟JR小尊竹港站 直接連結的 還有很多小孩玩的地方 十分一百 含睡 這裡總共進駐了120間店鋪 像這個大創的旗艦店 我是耳熟能詳的 再來是Nitoli 宜得利家具 對面也是 北海盜人說啊 買家具都會去Nitoli 經濟又實惠 我家的家具也都跟他買的 這裡也是 耳熟能詳的服飾店 Apail 對面還有一間大型的鞋店 Aspi 再來這個叫 シマムラ 台灣叫做 シマムラ 這裡叫Bus Day 銅裝用品專門店 Merry Christmas 小孩玩的設施有非常的多 扭蛋也非常多 這間是無品的跟JR公的區域 無印良品 人家公的 這裡還有書店 賣西裝的Aochi 翻成中的是青木洋服 No Space 我早上講錯了 跟我老婆講錯 要去小村的Facebook 不是Face No Space 看一下今天有沒有打折 通常有打折 價錢就差很多 因為單價都很高的 不然這個隨便都三十萬 這一間要兩萬五 都是好幾萬的啊 但是有打折就不一樣喔 之前買兩件以上就有打八折了 像這些包包 是中學生和高中生最愛拿來當書包的 連我都喜歡啊 這個我有買喔 看來今天都沒有什麼折扣 不過這一間買東西 紙袋是不用另外收錢的 別煎要喔 準備出來看海囉 很漂亮齁 小磚竹港 這裡就可以 待上一天了 而且風景又好 ABC萬喔 在全日本 包括台灣都有分店的 有舉辦活動 或是有音樂演奏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廣場的 號稱娃娃機都很好夾的 Namuko 遊戲中心 我還不知道有保齡球館啊 25年前東京留學時 300人去比賽 我是第七名 在一樓還有一個資材館 包括露營用品都有 阿凡達正在熱映中 好大的電影院啊 這是最新的電影 新海城 我們都是來這裡看電影的 小學中學高中生 都是一千日幣 有些家長讓小孩進去看電影 大人在這裡逛一逛 再去跟他們會合 帶小孩來這邊逛逛 勞少嫌疑喔 冬天的小樽到了喔 又回到了伊尔永望商場 這裡也有 ROIS巧克力 還有六花亭 還有柳月 要去吃 上次騎腳踏車來 沒有吃到那個 Narutoya 炸雞喔 いきましょう 那個是貨櫃洗手間 這間是壽司店 再來可以看到有拉麵店 還有咖哩麵包 那這間等著出租 很特別的店喔 主要要吃這一間 這是騎腳踏車經過沒來吃的 嘗嘗看喔 Menu喔 非常的多 看來這個是必點的 寫的這麼大 喔 真多真多 這個是Menu的 登登登登登登 嗯 好多喔 好多喔 準備吃好料了喔 炒飯 這個是拉麵 喔 看起來不錯 嗚 來 麻婆豆骨頭餐 哇 這個飯也太大了 不過聞起來蠻香的 好 杏仁豆腐 鹹菜 這個還在養糖 應該不錯喔 炸雞塊 這讚喔 一樣都有杏仁 飯也不是這麼大喔 哇 這雞翅餅 看起來讚 十斤炒麵喔 料理食材喔 應該都滿不錯 拉麵 拉麵豆腐 哇 哇 這個是半吃的炸雞 好燙喔 哇 好燙喔 哇 哇 這個吃的會很飽喔 先吃這個吧 這是很飽 我先吃這個看看 這好吃 好吃 賣 又很好吃喔 炸雞塊 肉 泡雞塊 很飽 漂亮喔 還有湯汁 這個好好吃喔 第一名第一名 這個好好吃喔 已經沒有大蟹趴快了 雞裡面很燙 千萬要小心 哇 讚 這個好好吃 第一名炸飯雞 再來個甜點就完食了 我就吃完蝦 每月30日是雞之日優惠200 吃好把中華食堂拿入多 郭島推薦第一名 叫我第一名 個人喜好第一名 飯雞的炸雞 小尊名物 新倉屋 這個都是丸子店喔 就在小尊伊勇 勇望的斜對面 有一間叫做新倉屋 這間都是賣一些傳統的日式糕點 你不要看它很舊喔 它已經一百二十七週年了 是一間老店 這剩一個 這間老店裡啊 不管你是平日來 還是假日來 只要店有開 就是有人在排隊 就是要買小尊名物 花園丸子 排隊的全部是為了這些 一串一串的丸子 有醬油 有芝麻口味 有摩擦口味 白豆沙 紅豆沙 還有蕎麥口味 這是綜合的 最左邊這個就是蕎麥口味了 是為了創業一百二十七週年才出的 但我們全家都只喜歡一個口味 就是芝麻口味 為了買五隻我排得快 快半個鐘頭啊 這邊那個大姐買了三十隻啊 然後這些車違規停車的 違規停路邊 都是下去買的 是排隊那麼多 這個看起來不錯 這是最後一個 它的芝麻是很無敵的 嘗嘗看囉 滿滿的芝麻 講話來 拍謝 又躲在路邊吃了 嗯 哇 好神奇的味道 芝麻 芝麻超推的 推推 喔 包這樣好漂亮喔 這個打開應該也很散吧 喔 他還多給我們一包粉耶 怕我們沾不夠吧 這個一定要當天吃 這個芝麻我沒騙你 你吃了會上癮 不然每天怎麼會那麼多人在排隊 喔 你看你看 滿滿的芝麻 而且超香的喔 他說芝麻很容易融化 怕我們帶走之後融掉 所以他馬上 又給我們一大包 他就附一大包啦 哇 這芝麻最讚啊 喔 滿滿的 那我要這一個 開動 不要蹲在路邊吃囉 哈哈哈哈 我跟你們說 我保證 你一定沒吃過這種 芝麻粉 真的是 我只能稱它為 無敵真寂寞啊 寂寞什麼 因為吃不到就很寂寞啊 哈哈 很讚耶喔 今天太好吃了 再進去買 第一次來的也推薦他的 綜合口味一套1320 快輪到我了嗎 又去排了20分 喔又買了十隻回來 這隻更漂亮 這隻有盒子了 今天太好吃了 平常也很好吃 不知道今天為什麼 剛才吃好飽 還是想吃 太好吃了 而且馬上吃才好吃啊 在車上吃會掉 掉很多啊 太完美了這個 蹲在路邊吃沒關係 這樣反而更有風味啊 它這個黑芝麻真的太無敵了 不知道怎麼形容 郭島的私房點心喔 新倉屋 喔 很讚耶 很讚耶 無敵真寂寞的味道 嚐嚐看 你就知道什麼叫 無敵真寂寞的味道 耶 準備迎接 冬天的到來吧 現在看收據 才想到 剛剛原來吃那個 雞肉炸雞的 五千兩百二十 吃得很飽啊 五個人 所以小鎮有很多好吃的喔 有機會都可以來嘗嘗 それでは 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推薦 除了來吃 北海道的海鮮大餐 三大螃蟹啊 等等之外 還有很多好吃的小吃料理喔 千萬別錯過了 超好吃的喔